我们回来了 走之前呢,爸妈非让我走带几个西瓜回来 这一定在我老大人家天天吃西瓜 今天终于实现了西瓜自由 妈 妈 西瓜回来了 回来了 来来来,给你吃大西瓜 来我切个大给你尝尝啊妈 来来来来 这个菜盘上面 哎呀,给我走 还不有爱食斤有的 这书没书啊,怎么不炸的 是不是省完了 没有了 书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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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点西瓜美和糊,真好吃 真好吃 妈妈会议中很好的一个切瓜方式 是这样切 切就好了 这样待会好拿起 哎呀,好 哎呀,好 来,老妈来 这个 这样可以吧 这样好吃 你吃一行吗 你吃一口 你吃一口 哎呀,妈不客气 来吃 哎呦 甜不甜 甜 啥甜 我也来吃一个 看这样吃是不是很爽 嗯 就这点皮,然后这样全是果肉 嗯 还水很大 有甜也是水很大 妈 那个待会 我做一个那个蔬果茶给你尝尝 什么叫蔬果茶 嗯 就是 西瓜 柠檬 还有橙子 还有各种各样的蔬果混合在一起 啊 行啊 因为家里西瓜多嘛 待会我做一个西瓜茶给老爸老爸尝尝 爸呢,爸去拿了 嗯 你把鱼道上锅了你就干回去了 哦,那行 正好我做好之后送一杯给老爸 嗯 现在家里现在西瓜比较多 然后刚才呢我又去水锅店 哎呦 什么破袋的实际上太差了 一用就坏了 居然底下露了一个大洞 气死我了 来,然后把这些水果呢放盘里面吧 柠檬,百香果 还有啥 今天呢咱就用这些水果 做一个清凉可口的下午茶 不是下午茶 叫水果茶 妈 妈 你帮我洗一下罐子 好 把这些水果呢洗一洗 然后柠檬,放点盐搓一搓 先切点西瓜进去 嗯 这样子 简单吧,妈 简单 行啊,妈 行啊,妈 行很简单 对,这个简单 切成块放进去就可以了 简单嘛 对对对 再来一个长长的擀面杖 把这个西瓜给倒碎 这样呢,水果茶更有味道 再来切两三个柠檬 西瓜,哎呦,这黄金一个水果啊 啊,放各种各样的 来个水果大满罐 全放,全放 全放 好好的话,以后就像这个你喝 嗯 再来几个小青菊 切个一切成片啊 妈,切成一半就行了 对半切 一半 这个叫百香果嘛 别哩,花枝嘛 给你尝一个 妈来给你尝一下 看好不好吃 嗯 嗯 就好难 这个 虽然算,但是很好吃 太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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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现在水果全部切好了 我们一份一份的装在罐子里面 来 先来点柠檬 这皮也能够的吧 嗯,能够里头 主要是吃这个味道嘛 主要是来味道的 好 主要是来味道的 来点柠檬 然后呢 再来点这个 橙子 这橙子 你们想不想 想不想 水果的香味 然后呢,再来点百香果 再来点 找好了 妈,你看怎么样啊 一家是快好看的 好看吧 这家就能喝的 嗯 现在还不能喝 待会呢,我给你花茶进去就可以了 嗯 来点红茶 洛神花 再来几朵新花 再来三块老冰糖 花茶煮好了 我们现在给它过滤一下 这个花茶呢,已经冷却好了 我们到了最后一步 把花茶倒到水果罐头里面 最后呢,我们再加点冰块 给它搅一下 好了 嗯 好了 来,妈尝尝 来 给我尝尝尝 尝尝,看好不好 这近时间喝 天下是喝真 爽个碗 金的酥 奇怪的喝点 来,干杯 最近我们这碗高温 特别热 来一杯 清爽可口的水果茶 不要太爽 妈 这杯你给放冰箱里 好 然后这碗我送到果园给老爸喝 行 我送去了,妈 去 送去了 好